日本自民黨總裁的選舉結構出路了 我們在節目中也討論好幾次 陳老師 我們一起來看 對於這一次 岸藤文雄成為日本 第一百屆的首相 打敗了之前人氣很高的河野太郎 為什麼 勝出的關鍵在哪裡 原來自民黨的總裁 不是大家選的 是議員選的 議員佔的比例 第一輪的話佔一半 第二輪的話 佔的比例高達89% 所以幾乎你沒有議員投票給你的話 不可能當選 特別第一輪的話一定要過半數 所以後面也有背後靈在處理 只要讓河野太郎不要過半數 第二名的那個人一定可以當選 結果第一輪 第一輪河野太郎就沒有第一名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第二輪清楚明白 岸藤文雄就自然的出現 所以第一輪的時候 其實勝夫已經頂你意思是這樣 沒有錯 不過在投票日之前的 大概兩天左右事情就決定了 還更早 還沒投票之前就決定了 雖然我們大家拆來拆去 但是已經決定了 誰是第二名誰就讓選 而那個第二名就不是河野太郎 是高市早苗或者是岸田倫雄 只是劇本稍微改了一下而已 這件事情 大概兩三天前 麻生派那一邊 就是岸田倫雄那一邊 裡面有一個 再來就會當黨的幹事長那個人 直接跟安倍晉山談判 說明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安倍晉山說沒有問題 我這一邊的人知道我在想什麼 所以也就是說安倍晉山看起來 非常早的階段就支持了 高市早苗那一位女性 但是事實上 到了最後不是高市早苗 就是岸田倫雄 但是岸田倫雄的可能性比較高 這決定 所以那時候他就已經是 支持了岸田 然後又接收了反二階勢力 這一邊幾乎這一次沒有角色 對 幾乎沒有角色 台灣觀眾可能比較不清楚 對 所以也就是說 硬要說的話 在今天親中的勢力 在日本幾乎沒有市場 特別是 這是親中的勢力 特別是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已經10月了 10月底有可能選舉 最晚也是11月的 第一個禮拜或第二個禮拜 日本的眾議院就會改選 在面臨選舉的狀況底下 親中勢力完全賣不出去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所以岸田倫雄現在最大的任務 是帶領的自民黨 要選贏下個月或下下個月的選舉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自民黨的 最新人事佈局已經出來了 對 沒有錯 所以岸田倫雄 如果我的立場來看的話 事實上是我們晚近30年以來 可以看到的在資質上面 條件上面 能力上面 不是容貌 不是顏值 是資質 他的整體的力量 是30年來最優秀的首相 最優秀的首相 最優秀的人 何以見得 以前安倍金山我一直說他是白癡 但是事實上是白癡 但是安倍金山白癡的最大的力量 是可以把旁邊的人 完全的活用 這一次也是 那也把經濟搞起來了 沒有錯 而且政治的判斷力是非常強 政治的判斷力非常強是白癡嗎 所以反過來白癡 可以讓自己的政治判斷力 非常的準確 但是岸田文雄他很猶豫 因為腦袋太好 能力太強 所以老是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所以你到底在承擇他還是在 兩邊 兩邊 但是能力強的人不一定會成功 安倍金山是白癡但是成功 但是另外一個白癡叫菅義偉 失敗 所以白癡不一定會成功 力量大的人也不一定會勝利 那你覺得岸田這一次 但是 從政治的效率上來看的話 岸田文雄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當選的隔一天馬上 布局都出來了 完全出來了 而且這一位就是我說的 在投票的兩天前去跟安倍金山陣營 也就是高市長的陣營 高市長竟然在這裡 也當官了 也當大官了 都喬好了 這個人出去喬了 然後他也得到大官 所以這個事先都已經處理完畢 所以這次的選舉雖然沒有意外 沒有意外 對內行的人來說 完全是在想定內 另外一些就全部都是 不是富二代 是正二代 正二代也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日本的派法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是培養人才 這在自民黨裡面是用來 讓自己的派法擴大勢力 另外除了派法之間的 自己的利益之外 跟其他派法合作 出現首相 分配到自己在政治上 需要得到的好處 這次最明顯的 就是高市長 所以這個都還有未來 然後河野太郎 有沒有什麼沒有想到到人 河野太郎在這邊 你看 選輸了 然後鬥爭 罵來罵去 但是一樣分到職位 所以既競爭又合作 不會把你推到完全的死地裡面去 這是日本的特徵中的特徵 各位不要忘記 全部是同一黨 大家一起執政的 所以代表這之後不會出現什麼分裂 已經都算好了 以後會團結起來繼續做嗎 10月4號禮拜一 我們節目播出的隔天 要選首相 這些人還是全部都投給岸田倫雄 絕對算好了 所以我們才會在今天就知道 岸田倫雄是第100代的日本的首相 這些人不管上一個禮拜 還鬥爭到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在投首相的時候 一樣全部投給岸田倫雄 日本的非常強力的特徵 理跟外 算到自民黨的時候整個是內 算到自己的派法的時候 自己是內跟別人是外 但是當以黨跟在野黨來對抗的時候 自己的黨又全部變成內 他們整合得很快 沒錯 該團結的時候很團結 沒錯 因為三政要一直打下去 這是日本政治的特徵 岸田它有一個岸田經濟學 沒錯 它的特色又是什麼 他們那個派法叫做洪辭會 洪是寶蓋洪 辭是魚辭的辭 他們的創這個派法的最前面的創始者 叫辭田勇仁 在1960年代提出了 十年內要讓日本人的 所得倍增的那樣的計畫 結果不到十年就完成了 現在岸田文雄要學他的祖師爺 也要倍增嗎 但是當然社會條件不一樣了 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派系最重要的主張是經濟主張 跟安倍晉升那一個不一樣 安倍晉升那一個是 國家的安全 國家的強大 但是岸田文雄這一派 主張的是讓國民變強 要國民有感的經濟 沒有錯 所以是中間偏左的 所以自民黨是一個大雜會 從左到右 通通都有 但是當然不是像左派那樣的左 中間的右邊 中間的左邊 通通都有 但是像這一次高市長 或者是安倍晉升的背後 安倍晉升跟高市長 我們的結合是完全的右邊的那一邊 是主張國家的強大 但是岸田文雄我說 如果是在政治學上 非常非常值得觀察 再來日本會非常的精采 沒有辦法達成 再一次的所得倍晉 但是一個一個的政策主張 會一直推出來 就是把經濟搞好 而且優秀到 官僚系統也會完全的配合 只有這個派法有那個能力 一般來說 比如安倍晉升的時候 這個派法的特色是什麼 它可以貫徹這一些 優秀 優秀 精英的集團 所以念過東大的 或者是學歷好的 當過官僚的 幾乎都進這個派法 所以是這個派法的 很重要的特徵 所以新的經濟政策 會一個一個的拿出來 凱因斯主義也會出來 據說已經要拿出數十兆日圓 來進行公共的投資 或者是社會政策的補充 所以這個我們再來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在想 剛剛議員教授也說了 只要資金沒有問題的話 股市大概沒有問題 所以再來日本的股市 雖然我是小白中的小白 不過漲的可能性非常高 你會帶領我們去投資 因為錢出來 錢會一直出來 OK 所以你很有信心 他把整個日本的經濟 名勝到股市都起來 非常值得觀察 如果就學問商來說 非常值得觀察 失敗也值得觀察 成功當然更值得觀察 謝謝陳老師給予很高的評價 當然非常關心的是 岸田跟我們台灣的關係 其實淵源還滿深的 網路上今也公布了 岸田他的真祖父王 岸田己太郎 他曾經在基隆開店做生意 對 應該是講說他的阿祖 就是真祖父跟真淑公 一個是岸田己太郎 另外叫岸田多一郎 很明顯的這個名字就是 岸田家要多天很多的人丁 己太郎還要多一郎 對 在1895年 甲午戰爭結束之後 馬關條一簽之後 就來基隆 今天的信二路跟義二路的路口 其實那時候 這個地帶是非常繁華的 其實又稱之為基隆的銀座 也是在日治時期 它叫做義重町 開什麼 岸田無福殿 什麼叫無福殿 基本上是最高檔的 和福跟舶來品 就是利用了基隆港口的優勢 新品店 對 還有岸田吃茶部 就是所謂的和風洋食的餐廳 這個東西到現在被保留下來 今天基隆市長 還有基隆的市人立委 蔡世映跟林又昌都去那裡合照打卡 而且岸田的後人也來台灣看了之後 感謝台灣幫他保存了前人的 這些努力跟建築 這樣的故事很特別嗎 我很快說兩個 第一個是我外公過去是以學生志願兵的身份 到南洋去打仗 第二個是我認識一個日本學者 來台灣交流的時候 我問他這對台灣印象怎麼樣 他問他你一定要帶我去台南走的時候 我問他因為台南小事很有名嗎 他說不是的 我的爺爺在年輕的時候 曾經在台南航空隊服務 稱之為第一航空隊 後來調到拉巴爾區 所以我們陳教授就很清楚 所以他對台灣有很深厚的感情 所以第一次來交流的時候 公教授有機會帶我去台南走一走 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台日的友情 基本上民間的交流 跟過去的歷史脈絡 完全不能分 這個關係是很綿綿綿長的 所以說這樣的會心一笑的故事 也讓台日間交流 也同時鑲嵌在過去的歷史脈絡中 OK 謝謝宇超 陳老師要補充嗎 這麼優秀的派系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問題 毫無懸念 台日是命運共同體會 越來越清楚 海跟路很清楚 不過如果要補充一下 岸田的阿祖 那個經營大概是失敗的吧 失敗失敗 1895年到1899年的話 日本人在台灣的基礎建設 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而且四年就走了 日本人在台灣的賺錢是在後面 坐不下去走了 原因不明 但是大概賠錢的可能性很高 OK 張老師 岸田現在出任首相 他在擔任眾議員的時候 其實對台灣加入CVTPP 台灣的安全 然後台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大會 這三個都是持非常正面的態度 目前來講他擔任首相之後 任用的閣員 除了像剛才陳老師講 都是非常優秀的人以外 也都是關切亞太安全 然後相對來講是屬於比較支持台灣安全 強化跟美國合作 所以我想將來在他的執政之下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應該是會保持現在繼續往上發展的態勢 OK 好 謝謝今天所有來賓的分享 我們持續到了第四季 新的季節 不管在投資面或是台日關係都是 相信一切都會越來越好 祝福大家這個禮拜操作一切平安順利 下個禮拜再就您一起開趴 拜拜